剛剛老師玩過戰就滿意了 我不滿意餒 我覺得還不太滿意 為什麼 因為畢竟這樣子 我是不是還是要打標準符號 而且老師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你好像用手機頻繁的時間 比電腦還多一點 有時候可能就是老師之間 或者是同事之間 朋友之間交代一些事情啊 是不是都在線上 比如說用Line啊 用Facebook啊 你用那個上網的機會比較多 還是用這個電腦 好像現在用手機比較多對不對 那手機上老師輸入多快 更慘對不對 即使你注音很快也很難啊 鍵盤那麼小 雖然我們現在注音 手機上注音輸入吧 是不是也還算滿聰明的 也會給我們自動選字 但是再怎麼快也是要打一下子 要打一下子 所以呢 我先連到這個地方 我現在連到我的手機這邊來 我就直接新增 好 那您看到我下面 這個地方 當然我用手寫的是沒有問題 對不對 老師 老師 你在手機上有用手寫還是用注意 都有 呵呵呵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一下吧 現在呢 這個我就拿掉 我就按這個啦 您看 我現在呢 用語音輸入 可是 它有沒有幫我打標點符號 你覺得 你在Line裡面 要跟人家溝通 用文字比較好 還是用貼圖比較好 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喜歡用貼圖嗎 因為打字慢嗎 呵呵呵 打字慢 沒辦法啊 所以我用貼圖代表一個事情啊 可是 我們常常會發現 在Line裡面也好 在Facebook裡面也好 常常會怎麼樣 覺得那個 好沒有禮貌 因為講話短短的 都沒有什麼客套話 有沒有 你覺得 我這樣偷偷講 呵呵 會不會 速度快一點 尤其 比如說你可能在什麼 通勤的過程 或者是 不方便 用手打字的時候 這樣不是很快嗎 欸 不好意思 後面那個 因為我停太久了 剛剛停太久了 哈哈 這裡按下去 這樣 剛剛停太久了 有沒有 所以 它 停的時間 超過 設定的 三秒鐘 我是把它延長到三秒鐘 它 就會自動停止 好 我說完了 欸 請問老師 如果你要打這些字 你要打多久 難免一定有錯字嘛 對不對 但是 應該有發現我這樣速度 還可以接受吧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來請看這裡 您到這個地方 一樣 剛剛那個線上語音 您可以從這邊直接跳 有沒有 第二個 也可以從這裡 直接選第二個 就是這個東西 欸 我用的 其實手機上 本來 Google語音 就可以輸入 可是 它 不好用在哪裡 因為它原本是用來 輸入命令用的 所以它就是一句一句 也沒有標點符號 沒錯吧 你用C3當然也可以 好 那 我這邊用的是這個 叫 訊飛語音輸入 也就是 它已經變成你的什麼 輸入法 變成你的輸入法 那 跟我們剛剛用Google文件 speech note 差別在哪裡 你在那邊 也許在電腦上還好用 可是在手機上 你輸入完了 還要copy貼上 我問一下老師好了 手機上要複製貼上 好用嗎 超級難對不對 你要按住不放 等它跳出來 複製貼上 那就複製完 然後再貼回去 你的應用程式 有沒有會花 沒錯吧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 在做那些不必要的 所以我如果變成一個輸入法 本來你打字就在輸入法裡面 那你就是看哪一個應用程式 它就出現了 這樣了解 那當然您剛剛也有看到 如果你不方便用講的 因為偶爾也會不方便用講的嘛 所以它也有提供什麼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 我有用這個 手寫的 對不對 就是說你還是可以手寫 它只有一個東西沒有 叫住營租入法 因為這不是台灣的 好是不台灣 那當然就沒有住營租入法 所以你就用打的 那第二個會遇到的情形是什麼 這個字 它就辨識錯 然後咧 你只知道怎麼唸 不知道怎麼打 最近那個 有一個公共電視的節目很紅 曾國城主持的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大家不太會寫字啊 對不對 所以 其實你還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如何切換輸入法 也就是說這個輸入法沒有辦法滿足你的時候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我的右下角 我有裝幾個輸入法 嘿 如果真的你覺得 啊我還是要切回註營那個字 我才打得出來 喔 因為我只知道註營怎麼唸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字怎麼寫 那您就可以切回去 那這個地方呢 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為每個 手機的系統 這個部 不見得都一樣 就是我剛講這個 下面這個 有沒有 這個位置不見得都在下面 因為有的是在哪裡 有的是在上面 就在上面這一塊 所以 如果說您要切換 欸我用的這個 我想要切換一下的時候 您自己要找一下這個符號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您看我現在示範完了 其實您可以看一下 這個訓飛語音的話 您可以從下面 它有Google的 就Android系統的 也有什麼 也有那個 iOS的 有沒有 這裡有iOS的 那您就可以 我看一下 它的連結 我記得 我放在裡面 欸 應該是在下面吧 這是iOS版 往下走 有有在這裡 這是Google註音的 在這邊 有沒有Android版的 好 您就可以從這邊 下載看看 這樣OK 來給您示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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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